师父好,我想看两个亡人,一个叫张素凡,工长张,朴素的素,模范的凡 张素凡,什么时候走掉的? 一百天了,三月份 张素是吃素的素啊? 对,朴素的素,对 凡是什么凡呢? 凡是什么凡? 模范的凡 模范的凡,张素凡 张素凡,张素凡 女的 女的 是不是头发花白了,往后书的了 是,是的 天上了已经,已经在色界天了 色界天啊 原来他也是咱们心灵法门的那个,修习咱们心灵法门 很好啊 就是有一点,师父我能多说两句吗? 就特别奇怪,我就亚加大法会我去参加的时候啊,他那时候状况已经非常好了,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就说我支持你去,你去吧 天上,天上,天上,天上他的机缘成熟了 哦,马上我回来,我没走到家,他就走了 我告诉你,这个就叫福气了,我跟你讲 你能保证,你能保证你这么走得爽快不来? 现在,现在我告诉你,要死都不这么容易,很多人都在痛死,不得好死,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坏人不得好死,我告诉你,这种就叫圆剧,人家,人家这个旅行结束 你也给他加持过,他那个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他特别感恩你,我告诉你,他是有两个仙女下来把他带上去的,两个仙女 我说的呢,怎么走那么快呢,我就说怎么不等我回来呢 让你难过啊,这种就叫好妈妈,这种就是叫有理智的人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让孩子过分的痛苦 你听得懂吗?我记得有一个父亲跟自己的孩子讲过,孩子你们离我远远的 以后我走的时候不会让你们太痛苦 你看看父母亲都是这么为孩子想的,哪一个父母亲不是这样的啊? 父母走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 没有关系的,再见到 很快,师傅,他要见你,他要见你,啪啪啪就走了 这就叫什么,这个人家才叫真的上去了呢 哎呀,四季天了,师傅,我还要给他再烧 四季天了,已经在 再继续烧,还有可能往上推吗? 嗯,试试看吧,再给他大概,如果四十九章 再给他四十九章看看能不能到无色节天吧 他的本身境界就挺高的 嗯,感恩师傅,他修了咱们法门已经修好多年了 很好,他不要太想得通啊 他到后来很想得通的 很想得通,确实是师傅,真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想得通的人 天上就会对他特别的眷顾,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 没事了,这个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记住一句话 不是太难过的孩子,妈妈,爸爸如果走的孩子 不是太难过,一般都在天上 如果是在地域,在地狱的话 孩子天天会响,天天会哭 为什么?感应,他下面的感应 他会给你,脑子里会给你第六感,第七感 他会天天到你身上来 他就说,哎呀,孩子我好苦啊 你当时是听不见,但是你 我还真做不到梦,一个梦也做不到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人家,一个梦都做不到 人家不知道比人到好多少呢 好了,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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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张力学,您跟 他15年走了以后 您给他看过,他那时候到阿修罗到了 后来您让我给他说,张力学 工长张,战力的力,学习的学 你爸爸走的时候蛮痛苦的 嗯,非常痛苦 不是太好,不如你爸 他走的时候也挺快的,师父 也是挺快 吃了个鸡蛋,吃了点饭 一歹膜就足了 他活到97岁 张力凡 张力学 张力什么 学啊,学啊 学习的学 学习的学 力占力的力 个子是不是蛮高的 一米七几万 嗯 嗯 不是特特高 七三七四 嗯,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 嗯 活着的时候眉毛还蛮浓的 对对对 眼睛稍微有一点点 出来 粗粗 脸球这个地方 对 鼻子蛮挺的 嗯,但他走的时候 个儿就矮了 那个 这是后来 粗粗了吧 粗粗了 嗯,那后来确实是 看一下 嗯 看他自己造化了 如果你们拖他一把 可以到御界天 现在没到御界天 哎 我告诉你 他已经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 跟你妈妈已经 他已经知道你妈妈已经上去了 嗯 嗯,他知道 但是他 但是他上不去现在 嗯 哦 托他一把 他还要 在多少张时光 呃,74 嗯 74张小房子 偷偷看吧 好吧 我知道了 好了